又来上海了 来我好哥们这儿 他们家的视频 可能你们在别的博主那儿都刷了过 就是各种限量版小汽车 这那的 比如说这些 就是我叫不上来名那种 最近跟我说来了一样我特别喜欢 就是我有钱一定会买的那种 咱找他去问问去 昨天跟你说今天你就来了 这么积极呢 那个车呢 那个车给你留着呢 那等会给我带我来看这个 刚到吧 喜欢这个 对 这在你们家排量算大算小 这在我们家属于新能源吧 你干嘛呀 全车不到一吨 这车可国内老少了 你要打斗地主都凑不起一吨 这个车是真的少见啊 这在路上回头率绝对高 我跟你说 咱还有更少见的啊 小池 就是车头前面有个小厅厅 哦我知道 那个前途K50就这个 刚 喂这个行啊 这卖了吗 卖了 但是送去贴那个维固车衣去了 能跟车主说能不能拍眼影 哎正好他们在旁边组织个新能源车主 免费露营活动 在旁边呢 咱一起可以去看 我去看 走走走 到掌之后我惊了 你们看 那边还有30多个帐篷还有天幕啊 就算这种免费的活动啊 我也没见过哪家品牌 还有车会有这么的凝聚力 你看到吗 特别热闹啊 现场呢 还有特别多好玩的项目啊 还有那个微谷官方 跟那个编译精啊 大黄蜂 就网上特别火 那跟人聊天的那个 他还能给你跳舞今天 我刚问了几个朋友啊 这都是贴了微谷车膜 免费邀请到现场的 而且呢 到场还有特别丰盛的小力量 但怎么说呢 人家也是100多年的大企业了 对不对 爱朋友问我啊 他说他刚买的车 他要不要去纠结贴车窗膜啊 还有什么车衣啊什么的 但我看来啊 窗膜就是贴在玻璃上的膜 是非常有必要的 像普通的燃油车还好啊 你像我们这些新能源车型 它的车顶啊 大多是这种没有天窗的天幕 这种天幕呢 总有好处就是 驾驶员坐在车里 或者乘客坐在车里 它不会显着空间特别压抑 视野呢 相对很开阔 晚上还能看个心境 但一到夏天 恶梦就来了 你看今天到场的那些 新能源车型啊 它都有贴这种 微固的kc系列 它是专门为新能源而生的窗膜 它的格率也能达到64% 往上看还是那种淡淡的蓝色 显得特别高级 而且很多朋友 在刚提完车之后啊 就草草的听了一些店家的推荐啊 贴了一些不知名的一些窗膜 等贴完之后发现啊 坐在车里玩手机 突然网速变差了 有时候看高速 ETC他都容易扫到 那微固呢 它用到了纳米陶瓷技术啊 就算全车都贴上窗膜之后 它也不会影响手机的网速 哦对了 除了窗膜还有车衣啊 因为现在的新能源呢 它的尺寸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大 更需要一些引擎车衣的保护 而微固最新一代车衣啊 V10X 才用了Extra智能防御技术 整体的性能都有所提升 其实在我印象里啊 新能源车主呢 都是那些特别积极 去接受新鲜事物的一些朋友 你看 在场的氛围是不是很棒 一会儿咱们也去体验一下 你知道车要贴膜吗